以事論事挖掘事實真相 深入淺出 探討政府動向 當大事件發生時 令你走在事實前方 不再被動 這個是以事論事60分鐘 我是袁海耀 錄音室我有好朋友 彭爾德 各位好 跟我們一起分享 希望我們上次幾個星期 彭爾德跟我們講 那個穆斯林的話題 或者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會繼續講 但是我們現在是 這是押後 不過我們在最近 我們聯邦政府 聯邦自由黨 搞那個所謂叫做油的pipeline 那個政策那裏有一個很大的出入口 彭爾德 這個問題不是今天開始的 這個問題應該幾十年 起碼十多年 二十年的問題 怎樣呢 我們加拿大出油 Alberta 你不理它是不是Tarsan的油耗 你是出油 出了石油你是要賣的 那現在怎麼做呢 現在有一條很小的油管 叫Trans Mountain Oil Pipeline 就去溫哥華這邊的 有一條小的 就不夠用 其他都是用火車運的 那保守黨在現在說十年前 保守黨上台之後 一直在想 我們的油要怎麼運出去 那時候 已經有幾個救賞了 這個救賞 第一個 就是Trans Canada 這間公司 我是一個投資 有一個叫Keystone XL 油管 從Alberta 一路去到美國的德州 Texas 這個就沒被奧巴拿 美國總統拖死 拖到去年11月6號 自由黨政府宣誓之後兩天 他宣佈不准起 這個Trans Canada 這個公司擺了很多的錢 很多的精力 甚至在美國政府所做的 所做的調查 都覺得對環境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奧巴拿 可能就是很多所謂左派的人 NDP那一類的Socialist 社會主義的人 給他壓力 所以到最後他否決了他 第一個否決之後 我們現在的總理 Justin Trudeau 杜魯多 他說哎呀 真是疑恨 廣東話叫做遺恨 很輕描但寫遺恨 接下來叫做什麼 我們從美國和加拿大中間有很多東西的 這個是北國裏面的一件事而已 意思是小事了 一個公司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推動到最後 推動到最後 就是一句話 哎不起了 那個公司損失很大 是不是就是像你 Justin Trudeau 去到德羅爾 去到歐洲說的 加拿大不是靠能源的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的 現在要靠都不能靠了 你說現在的油價是便宜的 將油價升起來 你始終是需要有一個工具 需要有一個油管 將加拿大的出產運出去 另外還有三條 一條像我說的Trans Mountain 這條他將它加闊 結果人員住民 又DC很多人反對 這樣那樣 不知道拖多久就不知道 另外還有一條 這一條 所謂Trans Mountain 那個已經有一條管在這裏了 不過他們想將這條管 那個闊度加多兩倍 所以比現在的油管要大三倍 這樣的油管 讓它的油 出產的油 可以運得多些 另外有一條 可能大家不知道 加拿大現在的石油的政策 到現在為止 在Quebec和Ontario中間為界的 在安省和安省向西的省份 就是馬里托巴 奧波塔 Saskatchewan BC 是用亞省奧波塔的油 為什麼要建設 以東 以前是日口 現在就因為Newfoundland 有出些少油 還有部分就不用日口 但是絕大多數是入口的 問題在哪裏呢 我們加拿大沒有一條自己橫穿 像鐵路說橫貫加拿大的油管 沒有 TransCanada就說已經有一條油管來到 好像多倫多在左近的 已經有一條油管了 他說我們將這條油管一路向東伸展 就從安省經過Quebec 去到New Brunswick的Saint-Jean的港口 我們奧布拉出產油 就去到New Brunswick 然後上船將它運 當然在那邊運 就運到歐洲啊 可能非洲啊 南美洲就不用我們油的機率 或者美國在那裏出口 那裏出口 這樣一條管 前幾天 Montrell的市長 帶著八十個 附近的市長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八十個 我就沒有看 一個個看 可能像以前多倫多那樣 有個Utopico 有個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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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連合了八十個市長 的市長 公開有記者主導會 說 這條油管 只要對我們理 只要害沒有理 我們反對 我們反對這條油管 經過我們補迫 這個話 講出來 是東部 尤其是Alberta 和Saskatchewan 那些 個個跳起 你說中間不起 我們這條油管 說 怎樣去得到New Brunswick 去得到武漢 去得到武漢 而且這個油管 你如果說對環境有影響 你說有什麼影響 我們改正呢 所以變成 吵了幾天 吵了前兩天 就 Trudel 那個名字 我經常都不記得 Rona Embrose 在國會 就催促Trudel 他說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承擔 你一定要去見 Montreal的市長 Dennis Cordell 你要親切去見他 叫他改變主義 因為這條油管 對加拿大 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建設 你不要一口說 對環境不好 有被無理 當然有被無理 Krebek 因為那個人是經過Krebek 可能有幾些租費之內 我不知道 他可能沒什麼日式 因為是真正 因為New Brunswick 那裏賣出去 那些存在 可能有些收入 應該要跟他說 Trudel都知道問題很大 第二天 他就走去那裏 跟Krebek說 那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潛入 Trudel Government 那個自由黨的政府提出來 他說 所有的油管樁 我們要重新審 審理 重新審 最主要是環境 第一個 第二個 要聯志民同意 土人 要他們同意 第三個 對環境 有什麼影響 那就是 起碼將這個project 這兩個工程 要延遲 一年以上 我們現在講那個 我們只是講那個 Energy East 這一條口 投資的總數 是157億 157億 我們記不記得 到老到 在競選的時候 就算我們沒有錢 你說因為 是保守黨交出來的那盤數 聯邦的財政是收支平衡 是沒有赤字的 這個並不是保守黨說 他連國會的一個組織 他們看過都認為是對的 保守黨說他們沒有赤字 是沒有赤字 如果杜魯道說沒有赤字以上 加100億的赤字 每一年 來做這些工程 來刺激經濟 那100億是赤字 他現在157億 不用政府拿一個先的 他公司拿出來的這個錢 來做這個建設 政府是不是應該幫助這個公司 讓他早些動工 來幫助加拿大的經濟 我覺得 自由黨的政府 到目前來講 都是非常的被動 非常的被動 如果你換了 好話不要說 如果哈佛還在這裏 就摒擦一下 就開始開工了 不會說再拖這個年久 那個年久 再拖的年紀 而且最大的問題 現在這樣拖呢 就造成加拿大東西的矛盾 因為歐巴達省和薩克斯灣省 甚至DC已經出聲說的話 已經很難聽了 加深了加拿大以前東部各省 和西部各省中間的那些矛盾 又再次超佈了出來 所以這個是目前所謂的 這個pipeline的問題 所產生的這麼多的後果 不過當然了 加拿大這陣子 因為去加拿大的國家 什麼時候都是靠 即是地下的財產 即是油、金、不同的礦物 加拿大所謂的儀勢組 所以加拿大這個國家 根本是很富有的 但是最近那些油價跌到 二十多元 現在分分三十元一個barrel 都是跌到很多油公司 在加拿大方面就開不了工 再加上搞這個油管 搞到即是烏煙盛益 應該是可以幫助全國不同的省份 而是可以加到不同的工作 在聯邦自由黨方面 真的要審核一下 怎樣可以幫助國民 怎樣可以做工 你說的一年一百億刺激經濟 但是到現在連影都沒有 這個人已經開了聲了 我們投資一百五十七億 政府為什麼還要拖人家後腳呢 這個就真的要搞清楚 這個自由黨聯邦政府 在搞什麼事 當然它是在拖時間 所謂有拖冒險 它再拖一年之後 就再看看你們怎樣再做 當然我們加拿大市民 就不可以 即使很多朋友 現在沒有工作 剩下拿福利是不行的 經濟和不同方面的做法 一定要搞得很好 就是希望聯邦政府 就是希望去左翼 就是會醒覺 怎樣去找不同方式 就是幫我們加拿大 不同公民怎樣可以做到 或者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兒 我們回來講下一個話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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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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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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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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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